大家好,我回来了 真的是好久不见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 我知道,你们可能认不出来我了 我的胡子真的变长了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我再解释一次 因为好久没有拍视频 我离开中国之前是2月份1号 好像是大概那个时候 一直到现在,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我没有刮过胡子 然后我不打算刮胡子 一直到疫情结束了之后才刮 也不修,不做任何事情 就是这样,留着胡子 所以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了 我觉得挺有意思,但是确实有点麻烦 吃饭的时候很麻烦 因为就是我会咬到我的胡子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恶心 就是很麻烦 就是 不多说了,有点 我知道有点奇怪 反正就是很麻烦 还有呢,我想跟你们说对不起 我知道我拍不拍视频是我的选择 但是我很抱歉的原因 是因为我让你们有些期待 就是每个人他他会在这些平台上 会关注一些人嘛 然后他们关注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想看未来的视频 所以我就是觉得我让你们期待 然后我没好好的跟你们解释 我为什么停止拍视频 我没有什么事 真的,没有什么 没碰到什么问题 没有身体上也没有问题 我停止拍视频的原因就是因为心情不好 我可能 可能是因为我沉迷于拍视频 有那一段时间我拍的比较多 一直在想怎么拍更好看的视频 然后也经常看评论啊 然后也经常看私信啊 然后我一边拍视频一边旅游 然后也没有什么可以回家的地方 因为我在日本,然后在韩国嘛 然后你们都知道这个有意思的旅程 那个时候太乱了 其实也挺好玩的 我不再抱怨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难忘的时候 但是我终于回到家的时候 变得特别累 特别特别累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还坚持下去了 继续拍了视频 但是到最后我就是太累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就是 我真的沉迷于拍视频 因为我很关心我的平台 平台管的怎么样啊 然后会看所有的评论啊 真的每个几乎每个视频 都会看所有的评论 然后私信也是 但是变得很累很累 所以以后不打算那样做 我还会看一些评论啥的 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多 然后有关拍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我可能只会拍一周一次视频 或者两周一次的视频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拍视频 我不希望它成为一份工作 我不想通过拍视频赚太多的钱 我们都知道拍视频可以赚点钱 但是如果不做广告的话 不能赚多少 我想那种顺其自然吧 就是为了跟你们分享我的生活拍视频 为了跟你们聊天 为了其实也为了更了解中国文化拍视频 因为我分享我的概念 我的一些看法的时候 你们的回复 你们的评论也会让我 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事情 真的是这样 这不是什么华丽的词语 是我真正的想法 然后通过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就能够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 或者我给我新的看点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益处的 所以我想以这个目标来拍视频 而不是赚钱这个目标来拍视频 不是说两个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我有太多的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不想把所有的时间花在拍视频上 因为我最近我开始学吉他 我觉得特别好玩 也特别有意思 我还在读书呢 我也开始做点工作 不是全职的 但是就是帮助一些人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有很多想做的事 然后拍视频 这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我不想把它成为一种很很重的负担 总的来说 我会偶尔拍视频 一周一次 两周一次左右 最多一周一次 最少两周一次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也希望 你们可以原谅我 以后如果我累了 我就会直接告诉你们 说好 这个月我要休息一个月 可能每年我会休息一个月 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我的一个习惯吧 看情况吧 以后我会提前告诉你们 我的打算是什么的 我最近呢 我都在干什么 我在德州 我们这边的疫情 比美国的其他的地方的疫情好很多 我们已经不算回复了正常 但是回复一部分的正常 就是很多公司已经重新开了 然后还不能跟很多人聚在一起 但是有很多事情已经可以去做了 差不多了 不知道你们想不想看我最近练其他练得怎么样 咋不行呢 我给你们看一下 来了 这个不会特别好听 甚至也不会好听 但是我觉得很好玩 所以来吧 接着 因为你动作 你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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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扶行 以我扶行 我扶行 你动作 你变回 你動作 你要保持 你徒进行 变回 哦,差不多了 除了学吉他以外 我还在读书 还在读有英语的还有中文的 我现在在看《指环王》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对西方文化感兴趣的话 就是想更了解西方的一些想法 你们可以读《指环王》这个小说 我觉得特别好看 也有中文的翻译 但是如果想看英语的也可以 但是会有点难 确实会有点难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它是奇幻小说的基础 它就是创造了西方的奇幻这个题材 真的是 它就是所有的现代的奇幻的基础 没有一个美国人 没有一个西方人 不只是美国人 没有一个西方人 不知道《指环王》这个名字 可能没有看过电影 或者没有读过书 但是每一个西方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都听过这个名字 也看过很多其他的书 以后我可以跟你们分享 我读的书 《龙祖三上》 我看完了 《龙祖三有三部》 太长了 真的太长了 但是我看完了《龙祖三上》 然后还有《中》和《虾》 会需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看完 但是我还在看 对我来说《龙祖三上》不是很好看 我就这样说 有一点点无聊 说实话 然后那个结尾也不是特别好看 因为我很期待 然后就让我 没有 没有打到我的要求 好像可以这么说吧 没事 还有中和下 也许会比上好看 不知道 好 今天就是很啰嗦 没说什么重要的事情 也没打算说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是想告诉你们 我回来了 这是我以后的打算 谢谢你们的不断的支持 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 好 那就这样吧 这次视频就到这儿 下次见 Adios Machachos